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 亚洲朋友们 Good morning This is New York 昆斯富辣兴 昆斯富辣兴 This is昆斯富辣兴兴兴 这是富辣兴兴兴兴兴兴兴 这是华人居住区 他们说这里是华人的首都 这里是华人非常集中的地方 这里是病毒供给企业也是一样 这是华人居住区 非常热烈 在这里可以办任何事情 不讲英语讲华语 这里是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的占领区 虽然是美国领土 但是是中国占领区 他们跟随我的镜头看看 中国人在美国的占领区 所有的其他堂 所有美国的其他堂 全世界的其他堂 都是中国人的占领区 都是中国的占领区 因为他们就是一堆蝗虫 在这里汪汪叫 污染环境污染社会 颠覆美国 所以美国人都走了 这里留下的剩下的都是蝗虫 都是中国人 他们有人说 中国人除了无耻就是最无耻 除了火焰就是最火焰 没有其他的人 如果自己觉得还自己还不够无耻 那就还要加倍努力 达到进一步最无耻的无耻 达到最恐怖的恐怖 这是世界上我们知道的 对东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是最好的看法 中国人除了无耻 没有其他 除了无耻就是更无耻 除了恐怖就是最恐怖 如果还没有 中国人还没有达到最无耻 就加倍努力吧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美国的占领区 在中国病毒攻击美国之前 这两边的小摊小贩很少 现在两边的小摊小贩很多 很人烙很好 这里的食品商品 这个非常丰富 价格非常的便宜 价格是非常的便宜 这里有很多的supermarket 这有很多的超市 这里是我知道的食品商品 是在美国最便宜的 猪肉 中国大陆对猪肉是非常的紧缺 这里的猪肉平均价格就是两块左右 中国人不要去按照兑换价计算 两块左右就是人民币两块左右 因为我们在美国 在这个计算就是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没有什么按照中共加入来 价格的这个兑换来计算 多贵多贵 没有那个概念 非常的便宜 平均美国人在美国在美国的工资一般在三千美元左右 有的是十万八万百万都有 但平均我们按照三千美元计算吧 三千美元计算 你想你猪肉多少钱 两块左右一磅是什么概念 是白送你吃 待会我要去查试买东西 有时候一大袋才一块钱 在旺旦那儿 一大袋的肉 一大袋的这个什么东西呢 食品蔬菜等等 还一块钱 他们跟着我的心头 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在这个皇后区 富拉西面接 中国占领区的面接 这里都是中国人 这里几乎没有白人居住 这里几乎没有白人居住 这边是昌华超市 让我进去看看 前面有个大中华超市 往前走有很多个超市 这里非常的集中 这里可以不讲中文 讲华语 这里可以不开车 公交 地铁 火车 四通八达 四通八达 一家 dov 吃 吃 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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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